十一点半的通江城 一样的很迷人 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等一个人哈 等会你们就知道等哪个了 人已经来了 你做这个干什么 我做得等你 十一点半到通江城里面来吃碗酸辣粉 酸辣粉 这个必须要整个了 麻烦有没有的 麻烦有 整个麻烦 我还给你们煮的那个整个碗里 酸辣粉再吃嘛 可以 炖起来也可以 鸡肉有新鲜啊 那一碗都要弄 那一碗都要弄 诶 整个小鸡肉 不小鸡肉要不要 两个人整两斤了 吃个味儿嘛 要整超凉我意思 我们通江的夜市还是 人家挂多 必须回来好好吃哈 高两斤 高两斤一人一斤 蒸的吗 蒸就起 还要这里这么多卤味 我去整 这是牙齿 是吧 花生就不吃 花生不吃 再吃去茶茶标了 嗯 这时已经到齐啊 酸辣粉还没到 别个喝啤酒我们喝水 嗯 凌晨的11点慢啊 吃个酸辣粉 葱姜的叶食好热了 来干一个 嗯 嗯 看色 葱姜的特色 豆腐干 给豆腐干吃药葱干的 偶尔吃 三吃 那龙虾是一番羊糕的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处味哦 我炒豆腐 嗯 这个是 桃姜的豆腐 辣 安得很味 我还长辣椒 你尝尝 这个小蒙小菜了 我的妈呀 辣椒 嗯 这个辣椒撒点 嗯 两个辣椒的撒点哈 对撒点 多两个辣椒的撒点 两个辣椒的撒点 两个辣椒的 两个辣椒的 两个辣椒的也不多 多的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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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着说的味 桃姜的豆腐干特色 就是要蘸鸡精 辣椒面 就这么简单一个辣椒 这个咋 就这么简单 这哪里都吃了一点 哎呀 桃姜的小龙虾是超级的辣 呵呵呵 不辣 辣的不是点满点 好吧 好辣啊 这招 无的人看到 吃到时候看到视频也无所谓 吃着都要看到 嗯 看 他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吃完了 这种机会 难得也有的嘛 那味儿会吃 是吧 又不香的 小的时候想来通香吃个叶椒 压根就是不现实不可能 上大了 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难得遇到通香一起吃个叶椒 叶椒 这个酸辣椒吃香了 嗯 安逸 我要尝尝酸辣椒 哎呀 葱姜的酸辣粉啊 终于吃上了 你说他有多好吃呢 也算不上 但是呢 就像那一口 味道很毒的 嗯 别的地方吃不到嘛 哦 摸摸的这种香味 外面酸辣粉有 看别的这种香味 嗯 我说实话 在外头待待时间 就想了个味儿 嗯 但是晚上吃了过后 又要回去 又要回去 回回去那会儿 哎呀 你晓得我 十一点半 在通江城里 刚好我们两个都在 那种机会你晓得还要少 那是 那真的是比怀孕都还难 那是 今晚同工套餐 嗯 嗯 这里面还有的 龙虾里面还有鞍鱼蛋 来这个童童 童童的龙虾是吗 嗯 好啊 来啦 非常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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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最多的水脚了 嗯 你脑以后长大了 他们四只眉 嗯 二十年后 也在通江 有机会来吃个严肖 那就可以了 真的 那种机会真的太难了 真的是比怀孕还难 通江的特色 卤麻糊 在卤水里面泡了一下 拿出来 哎呀 今天晚上 是过了硬的 嗯 虽然吃的不太多 但是我们过硬的 今天非常难得 现在是十二点了 吃饱喝好 回去睡觉 走路 刚好还可以运动 消耗死 好了 今天的视频非常热 祝大家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通江的酸辣粉 有机会一定要尝哈 对 再见 别的 拜拜